新加坡的CBD 相信无论是否来过新加坡的朋友 都不会感动谋生 耸利的写字楼依托着滨海温 绘制成了一张新加坡的名片 但随着新加坡的日益发展 你是否也有过这种想法 无论数不尽的写字楼 CBD为什么不能将生活 学习 娱乐也能过进来呢 其实这个想法 新加坡早在16年前 于是横跨20年建造的新加坡第二CBD 玉狼湖区应运而生 玉狼湖区规划最早于2008年提出 这是一个占地120公项的宏伟项目 整个玉狼湖区将分为三个区块 除了玉狼东地铁站附近的玉狼商业区 和提供休闲设施的湖畔区外 还有一个全新的湖畔商业区 2014年10月 玉狼湖区指导委员会正式成立 负责领导委员会的 时任国家发展部部长胡宣才说 玉狼湖区将推动新加坡未来的经济增长 满足商业 居民 访客和新加坡人的多元需求 将在多方面读书一致 在过去的十年中 玉狼湖区已相继落成开放了 JIM Westgate购物中心 就业与职能培训中心 梵蒂娜学院 黄亭峰 松河医院 玉狼云顶酒店 湖畔花园等设施 3月26日 玉狼湖区项目又迎来了一个里程碑时刻 总占地6.5公顷的三幅白色地段竞标活动截止 未来在这片土地上 将有超过1700个住宅单位 146000平米的办公空间 和73000平米的领受 餐饮 娱乐空间八抵而起 由玉狼湖花园 新科学馆 玉狼镇八回行 及众多酒店组成的综合旅游开发区 为整个湖区注入新的活力 由于玉狼湖区独特的商业魅力 与移居环境 不少人也将选择居住地的目光投向了这里 新公寓开盘当日 即受90%的案例不胜没绝 毕竟如此性价比的地段 去哪再找第二个呢 而作为今年唯一开盘的新公寓 SORA水岸华庭可谓占尽优势 守着玉狼湖的无敌美景 占据着第二CBT的核心位置 不出所料 又将是一个手快有手慢屋的新楼盘 如果你也对水岸华庭项目感兴趣 可以给眼哥私信 了解更多楼盘相关信息 关注眼哥 为你带来更多新大坡本体资讯